最近,肖战好消息不断,先是官宣了与白百合主演的焦羊伴我,接着,就又被外媒评为最吸睛的华人演员,引发热议。 放眼内鱼的话,肖战的代言数量及质量也都是一记绝尘,跟其他人拉开了超长距离,把肖战的代言摊开来说,受众也非常宽泛,不仅收割女性市场,也不放过男性市场。 运动品牌及汽车品牌就是最好的证明,在肖战这波代言中,汽车代言和运动代言的价值非常高,这代表了他在男性消费群体的潜力。 而且,肖战的全球影响力也并非粉丝的过度吹嘘,而是有调查数据证明。 此前,一份专注全球市场调查和消费者的公司发布了数据报告,里面谈到过去两年社交媒体对时尚品牌影响力的重要人物。 肖战是华人明星里唯一上榜的,榜单内还有Viragio ABLOH等时尚领域大咖,韩星Lisa等人也入围。 这份调查报告,基于海外社交平台,肖战并没有该平台的社交账号,且过去两年在海外并没有过多曝光,却成了讨论度最高的时尚人物之一。 由此可见,其在时尚圈的影响力有多么强大,以及品牌能签到这样的代言人有多值。 陈情令火了之后,肖战陆续播出了《诸仙》、《斗罗大陆》、《王牌部队》、《余生》等作品,播出成绩也不错,回报率也高。 有科普称,在日亚销售最好的两部剧,分别是陈情令与《斗罗大陆》,都由肖战主演。 刚好28日这天,还是肖战出道六周年的日子,他本人也陆续登上了各国热搜话题,足以见得海外影响力。 肖战这些年一直在提升自身实力,学配音演话剧上表演课,解锁新的角色和作品,公开出席活动比较少,但人气却一直不减。 这也说明了,只要专注自身业务,多拍剧多提高演技,比什么都重要,最后,就还是祝肖战事业能够更上一层楼,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